專家改口查實驗室洩漏 特朗普叫中共賠10萬億美元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6月3日表示 實驗室洩漏引發中共病毒疫情的理論得到所有人支持 外界應該向中共政府索賠 他呼籲讓中共政府為中共病毒大流行 致付10萬億美元的賠償 武漢肺炎COVID-19在2019年底 在中國武漢首次被發現 自從爆發以來 全世界至今已有1.72億多的確診病例 371.7萬多人染疫身亡 《華爾街日報》5月23日 援引一份未曾披露的美國情報報告 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員 在2019年11月出現嚴重病症 並去醫院尋求治療 這份報告重新引發人對病毒的溯源 並要求更全面的調查病毒 是否從實驗室洩漏 5月13日 來自哈佛、Stanford和耶魯等大學的18名科學家 在Science雜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 賦予深入調查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也公開表示 將針對實驗室外洩的假設展開第二波調查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領導的一個關於病毒起源的國務院工作組人員 前美國官員阿社在今年3月哈德遜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上說 他懷疑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是因為普通流感而得病這種說法 他指出 3個在高度保護的4級實驗室中從事新冠病毒研究的人 會在同一個星期全部患上流感 需要住院或處於病情的嚴重狀態 醫學專家西格爾博士6月1日在霍士新聞發表他的評論 病毒不是簡單從一個物種跳到另一個物種 它們要通過變異、通過反覆接觸 而且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進化的 所以武漢病毒所的3名研究員會得重病 也是要經過一段發展過程 但是這些人得病以後就直接變成了人中的大流行 所以不符合自然發生的規律 美國疾控中心前主任Robert Radfield 3月下旬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 他亦認為引起武漢肺炎的病毒 可能是由中國武漢的實驗室流出 因為病毒從蝙蝠傳至人類後 突然變得極高傳染性的說法不合理 美國資深衛生官員福西 當時對Radfield的說法回應說 很多公衛專家並不認同病毒來自實驗室 但是他現在就說不相信中共病毒自然起源 呼籲進一步調查 中共外交部5月24日 駁斥武漢實驗室病毒洩漏的說法 中方說極不可能 但美國網關專家報道 早在2017年中國就發生一宗病毒洩漏事件 導致8人感染一人死亡 其中2人是在試驗室被感染 隨後又傳染給其他人 近日 根據自由訊息要求 福西工作郵件中 和武漢肺炎爆發相關的 經編輯的3200頁郵件被公佈給媒體 在2020年4月一封電子郵件中 一家健康慈善機構的高管 多謝福西公開聲明科學證據 不支持試驗室洩漏的理論 中共拒絕承認 這個病毒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的說法 福西同時告訴CNN 他的一封與試驗室洩漏病毒相關的郵件 被斷章取義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6月3日的每日新聞發布會上說 總統和政府認為 福西醫生在控制疫情方面 發揮令人難以自信的作用 美國國家衛生院是美國公共衛生機構 在2014年至2019年間 通過對紐約非營利組織生態健康聯盟的撥款 向武漢病毒研究所提供60萬美元資金 用於研究蝙蝠冠狀病毒 做病毒功能增益研究 這個非營利組織的主席達澤克 在2020年4月向福西發郵件 稱讚他勇敢地試圖推翻 試驗室洩漏病毒的說法 最近幾天圍繞著病毒起源的問題 福西深陷漩渦 霍市當家主播卡爾森3號呼籲 應該對福西展開刑事調查 卡爾森形容 福西是被迫的聯邦官僚 政治色彩深重 而且經常說謊 甚至他本人也捲入了他對抗的這場大流行 特朗普在6月3號的聲明中指出 福西和中共之間關聯過於明顯 以至於任何人都無法忽視 中共應該為他們造成美國和全球的死亡和破壞 付出10萬億美元的賠償 特朗普表示 現在每個人 甚至是所謂的敵人 都開始說特朗普對於中共病毒 是從武漢實驗室來的這個說法是正確的 蓬佩奧3號 向英文大紀元時報證實 自己在任的時候想努力查清 中共病毒是如何從中國大陸傳到美國的 但遭到了美國政府內部的激烈反對 蓬佩奧認為美國人民應該知道所有事實真相 如果病毒真的從武漢實驗室洩漏 那麼中共政府應該被追究責任 但掌握部分重要證據的美國情報界反對這樣做 這是當時的一個主要障礙 美國名利牆雜誌3號披露 24名業內專家2020年的刺針聯儲信 令輿論認為外洩論只是陰謀論 連特朗普政府嘗試溯源調查 也受到內部龐大阻力 難以將調查方向轉向功能增益研究 其中以世衛富華專家組成員達澤克爭議最大 他任職的生態健康聯盟 長年收取華府撥款從事相關研究 合作對象被指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 達澤克和石正麗合著十多份論文 又經手至少60萬美元的華府撥款給對方 由於他與武漢病毒所的關係 特朗普一度下令叫停相關聯邦政府機構的撥款 但就引發81名諾貝爾德長主發公開信譴責 迫使當局改為向撥款設立條件 明利牆披露了當時的情況 引用蓬佩奧的話說 這是一場有爭議的鬥爭 博明對明利牆表示 很多業界頂尖專家都與功能增益研究密切相關 收取或負責審批相關撥款有利益衝突之嫌 變相妨礙中立的調查 這個媒體披露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 要求中共政府提高透明度的官員說 他們的同事明確說 不要探討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 因此將使美國政府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資助 受到不受歡迎的關注 這個媒體還披露前CDC主任 Bradfield還因為相信病毒從武漢實驗室洩漏 修檢箱裡就出現大量的各種威脅郵件 更收到同行科學家的死亡威脅 一些主流媒體的記者最近都公開坦誠 武漢實驗室病毒泄漏論最初被媒體駁回 主要因為那是共和黨人提出的說法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ABC News 華盛頓記者卡爾5月31日向ABC的This Week主持人承認 實驗室洩漏論沒有被認真對待 因為它是特朗普政府說的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